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日港股受到外圍偏膽的影響 可以說是在低位增持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死撐 未講這個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今天的恆新指導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239點,收市時22900 成交685億 大家都知道,美股道指昨晚跌過460點 相當驚人 恆好,收市時跌173點 走勢上高雖然類似隨時的表現 有機會短線或反彈 不過,技術上高已經轉弱 連續三天都在雙頂頸線之下 短期難以說很快扭轉弱勢 資金在避險,原因是很多個 包括擔心環球經濟差 擔心歐洲,有些歐豬有問題 例如希臘,債息又上了去 希臘債息一度去到七里 又說,美國出現伊波拉病毒 種種種種種原因 包括美國還有些數據又不太好 拖累到,美股急跌 資金全部流到美債避險 昨晚十年期,美債息一度跌到1.86里 雖然反彈收市時,升了一點 不過這樣,到今日時,債息仍然要下跌 現在大概是2.06里 反映避險情緒,還未降溫 部分資金流到美債避險 但美債息低到這樣,很難完全發揮避險的作用 因為萬一,債息流出來時,亦是踩死人 所以,有部分資金,其實是由美國市場流到別的地方 我們怎樣知道呢? 我們可以在美匯指數看得到 你看得到,近期美匯指數不更升 因為對加息的預期降溫 美匯指數到10月初後,就不再升 近期,好像跌破升軌後,有些回落的跡象 美匯指數回落,即是外幣有機會反彈 新興市場,有些貨幣是回落穩 反映出,套式交易在市場上會活躍 其實這個原因,正正是港股 為何這幾天,在低位拒絕下跌 你見得到,恆新指數10月3日,曾跌到22,500區 但剛才說過,美匯指數在10月初就見頂 見得到,這幾天,其實港股在低位有些增持 特別是10月之後這幾天 例如星期一的,10月13日這一天 還有今日,兩天都在22,800區有些支持 只要美匯如果不升,甚至美匯下跌 對港股的死撐,是有很大幫助 當然,暫時,如果美股不斷再要下跌 港股撐得多久,可能都要再震盪 起碼都是低位,有一段時間爭持 直至到美股回軟一點 美元又下跌的話,港股仍然有機會反彈 當然,帶動港股上升的,就不會是美股 是什麼呢?我們要靠的,都是要靠內地股市 上證指數,其實這幾天保持強勢 今天,內地公佈的新增貸款 9月份有8572億,高於預期的7500億 9月的社會融資1.05萬億,高於預期 這些其實本來是刺激到內地股市可以上升的 為什麼今天上證指數都要跌0.72%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又說有IPO出 每次有IPO出,都會震盪 但過去幾次都是,IPO有些震盪 但不會震死A股 所以大家不用對有IPO出 覺得A股就不行 我覺得港股仍然都,如果可以死撐 這幾天撐得穩的話 仍然都可以等A股上升、破頂 帶動港股是回升、反彈的 好了,今天分析是這麼多,多謝大家